根據路透社引述了兩位消息人士和一份政府文件的報導 印度計劃要求智能手機製造商允許刪除設備中預先安裝的應用程式 並且授權對於主要的操作系統更新進行篩選 這項新規定可能會延遲手提電話製造商 在印度這個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的公佈時間 使包括小米、三星、Vivo和蘋果在內的廠商 因為預先安裝的應用程式而造成業務損失 就在印度資訊科技部考慮出台這些新規定之際 中共的間諜活動以及濫用用戶數據引發外界擔憂 一位高級政府官員消息人士表示 預先安裝的應用程式可能會是一個安全薄弱點 需要確保是沒有外國包括中共在利用它 因為這是關係到國家安全 全球性行業分析公司Counterpoint的數據顯示 印度快速增長的智能手機市場是由中國大陸企業主導 小米和步步高電子的Vivo以及OPPO手提電話 幾乎佔據了所有銷量的一半 至於南韓三星佔據了20% 蘋果佔了3% 自從2020年中印兩軍在邊境交界處發生衝突以來 印度加強了對於中國大陸企業的審查 封殺了300多個中國大陸應用程式 當中包括短影音分享平臺TikTok 同時還加強了對於中國大陸公司投資的審查 而在全球範圍內 很多國家都對華為以及海康威視等中國大陸企業的技術使用進行限制 擔心中共政府可能利用這些技術對外國公民進行監視